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郑辰业 2024年1月20日 鬼卯年迎来了最后一个节气 大寒 当人们盼望着春节到来之时 身在广州的钟小姐一家人 却发愁怎么过年 他们投资的顶一峰体系内 相关企业发行的股权产品 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兑付困难 当初抵防卖车所筹集的 1000多万元的投资本金 很可能血本无归 我妈妈和我舅舅 现在都快闹成仇人了 就是她2022年底 向我妈极力推荐投资顶一峰 舅舅私下借给我妈35万元投资 这样半退半就的 把我妈妈拉下水 结果现在这个钱到期拿不回来了 钟小姐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说起来最早投资顶一峰的 还不是钟小姐的舅舅 而是她的姑妈 2021年前后 姑妈经朋友介绍 结识了顶一峰的一名业务员 经过几轮内部课程培训后 她很快被顶一峰集团 董事局主席隋广义的格局所折服 前前后后投了上千万元 在姑妈的口中 隋广义拥有长白山龙脉增持 北斗七星护体 早已脱离了红尘俗人的境界 在研究道德经三十余年后 独创了东方古典哲学 价值投资理论体系 带领顶一峰 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顶一峰存在的目的 就是星夜济民 无我利他引人入道 因此才创造出一系列股权投资产品 只为普利众生 最开始几个月 合同里承诺的高额分红 确实都足额发放了 但随着时间流逝 分红的发放开始打起了折扣 断断续续了起来 当时间走到2023年12月 中家人发现 当初投资的本金已经要不回来了 这家创建于2011年的公司 经过了13年的疯狂扩张 该公司宣称 目前已拥有超50万投资者 资产管理规模超1000亿元 而眼下 向钟小姐一家出现兑付困难 并开始寻求维权的顶一峰投资者 已经在深圳发起了数轮线下集体维权 引军入瓮 2024年元旦假期后 作为家中的代表 钟小姐从广州来到了位于深圳滨河时代大厦A座53楼的顶一峰办公地点 她这才发现 有同样遭遇的投资者 还有很多 据其回忆 在53楼的威学现场 充斥着激烈的争吵与哭闹 大家都想知道 顶一峰到底怎么了 自己的钱 还有希望要回来吗 1月22日 记者也来到了钟小姐所述的办公场所 在滨河时代大厦楼下 挂着珍稀一声血汗 远离非法集资的横幅 右下角的落款为深圳福田沙头 街道办事处与沙头派出所 在53楼仍有部分投资者前来咨询 他们被顶一峰的工作人员 叫入了内部办公室单独沟通 由于记者缺乏能够证明投资者身份的相关材料 被现场安保人员拒之门外 值得注意的是 从53楼前台处的公司名牌来看 该地应属于港股上市公司华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英国际00989香港的办公地点 但是现场维权的投资者告诉记者 顶一峰旗下包含多个用于股权认购的公司主体 虽然前台的介绍是华英国际 但53楼实际是顶一峰旗下另一家港股上市公司 原汇集团00585香港的办公地点 顶一峰的外壳有很多 你不用看他们前台写什么名字 反正记住万马控股 顶一峰控股 华英国际 赋会国际 家顶集团 原汇集团等等都是顶一峰旗下的就行 有现场投资者如是称 在和现场投资者的交流中 记者发现顶一峰的投资者 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共性一 缺乏对金融产品及市场风险的基本认知 二 年纪普遍在50岁以上 大部分为女性 三 由身边亲朋好友介绍入局 当被记者问及 你投了那么多钱 所投资产品的底层资产到底是什么 高收益的来源又是哪里 十 现场没有一位投资者能达得上来 顶一峰的业务开展模式 简单来说 以每天线上培训 和全国代理分公司推广为主 线上会议平台为小儿童 还有遍布全国的几千个业务代理 模式是就是 人拉人 人带人 会议营销 听客 高拥的传销模式 最后一家人卖车卖房 全部献进去 已经坚持维权半年多的投资者 王先生向记者如此表示 1月23日 经一位投资者对接 记者以深圳一家民营企业老板的身份 认识了顶一峰内部 一位资深业务员毛先生 在记者向其表明了 自己手握三百万元现金 并对顶一峰的收益模式很感兴趣之后 这位毛先生向记者发来了 深圳市福田区世华路5号 长富金贸大厦的定位 并邀请记者副公司面谈 冰河时代大厦 最近人员流动太复杂 此场太乱 不适合谈业务 这边风水好 环境也好 毛先生解释 到达长富金贸大厦后 记者注意到 该办公场所的公司名牌 同样不是顶一峰 而是原峰集团 随后 毛先生带领记者参观了一圈 其中大部分工位空无一人 也没有电脑等常见的办公用品 在参观过程中 毛先生重点向记者介绍了 顶一峰将在长白山打造的人类新闻旅项目 你现在来是有缘人 现在集团规划 以香港主板上市公司为投资主体 2021年至2031年 会围绕长白山龙脉 投资1000亿元 我们内部较1321工程 大东北文旅 以及风水布局 是老鼎 鼎一峰内部 对公司或忠实投资者的称呼 开发的核心 这次转型 会让相信跟随的老鼎人 财富暴增 三年至少100倍 个个身家过亿 毛先生指着现场的宣传物料 跟记者说 毛先生还向记者介绍了 鼎一峰围绕长白山龙脉的布局思路 他称 长白山是清朝的龙兴之地 此地属于盘龙龙脉 按照看于定学之法 鼎一峰已经在长白山龙头 龙身 龙眼 龙脊 龙血 龙尾布局了六大文旅项目 长白山文旅融合康养综合体项目 是由隋广义主席 基于东方古典哲学 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确立开发的 一系列大文旅大健康产业 针对其所说 鼎一峰将在长白山投资一千亿元 记者当场表示了疑问 你们旗下六个上市公司 一年营收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亿 怎么有钱投一千亿呢 面对质疑 毛先生不紧不慢地将记者带到现场的一间大会议室前 他告诉记者 在2023年11月16日 隋广义正是在这间会议室会见了来访的阿拉伯联合球长国卡西米亲王 并现场与卡西米亲王谈成了合作 后续将由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牵头向鼎一峰注资400亿美元 参与鼎一峰东北文旅产业的开发当中 记者在网络上查询了这位被称为沙加球长国 组成阿拉伯联合球长国的七个球长国之一 黄氏成员 沙加球长国体育委员会投资委员的谢赫 穆罕默德 卡西米亲王的信息 但在沙加球长国政府主业 以及沙加球长国体育委员会主业 记者均未查询到该亲王的有关信息 至于阿布扎比投资局将投资400亿美元一事 记者一位在阿布扎比投资局官网上 查询到相关信息 在向记者全面介绍了顶一峰的布局后 毛先生领着记者来到了一个更为宽敞的房间 该房间的面积在40平方米至50平方米之间 里面是常规的庙宇神卫布局 两张红木长桌上分别摆放着弥勒佛和财神的神像 神像前摆放着香炉 长桌下是两个蒲团 毛先生带着记者对着两尊神像 虔诚地进行了叩拜 并各上了三柱清香 你如果上午来赶上我们的晨会 你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读道德经 叩拜完神像后 毛先生跟记者说 记者再次提问 拜神拜佛 读道德经 这些和你们做投资有什么关系呢 毛先生回应 先生指随广义正式系统地研修了诸子百家 如佛家的禅定 道家的无为 儒家的人意 一家的权变 兵家的谋略 墨家的接爱 史家的春秋 商家的货植 杂家的包罗 纵横家的百合 阴阳家的变化等 惊天爵士之学后 最终在阴 缘 果俱俗之下 在青城山悟道 创造了集如学 道学 佛学智慧为一体的 禅意投资法 出山后就一飞冲天 这位幼远口中的先生 是鼎一峰内部 对隋广义的最新教靶 对此 记者掌握到的一份 鼎一峰内部培训材料 是这样解释的 集团以后统一称呼 隋广义为先生 何谓先生 先生者 师也 师者 传道 授业 解惑也 先生者 德高望重 学富武车 知行和义也 多么的让人心生崇敬 多么的得后流光 多么的光耀千秋 记者从其他投资者口中了解到 毛先生带领记者走完的这套流程 已经成为鼎一峰开拓新客户 拉新投资者入局前的标准流程 讲完大事 拜完神像后 毛先生将记者领到了一处静心室 室内还有另外一位罗姓女业务员 随后这两位业务员便开始向记者 介绍起了鼎一峰目前的产品 毛先生告诉记者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鼎一峰便不再发行传统的股权理财产品 转而发行数字期权新产品 此外过往所有已经发行并被认购的传统股权理财产品 将被同额度转化为数字期权产品 根据毛先生的描述 该新产品的底层资产 为鼎一峰在线下所有的新能源 大文旅 大健康项目 他所介绍的长白山人类新文旅项目 就是其中之一 而该产品中每一份期权 即代表一份线下资产的股权 此产品 数字期权的首批股东家人 其分红结构是每月0.5% 季度发一次 年化6% 发放到家人的国内银行卡中 APP将于2月份上线 合同锁定期3年 3年后解禁该期权份额 比如 参与100万元份额 假设3年后 届时家人投资的份额 涨到1000万了 每天接近千分之一 也就是1万元 每月30万元 3个月即可回本 当年所投的100万份额本金 后面就全都是净赚的 并且公司还有托底保底协议 内容是10年保20倍收益 由公司出资回购 家人可根据届时市场行情 自主选择便携方式 市场价格更高 就在APP中出售即可 在记者后续拿到的其官方材料 如此描述顶一峰数字期权产品的预期收益 毛先生告诉记者 顶一峰开发的数字期权新产品 首期初始总市值在400亿美元左右 三年后就将上涨至15万亿元人民币 15万亿元是什么概念呢 拿顶一峰号称 有许多大项目所在的吉林省为例 其2023年的GDP是1.35万亿元 而作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 江苏省2023年的GDP为12.82万亿元 毛先生还提到了顶一峰有一家 名为华明胜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他告诉记者 该公司是顶一峰在新能源领域的重要落子 到2025年 华明胜就可以超过宁德时代 注册公司等于发产品 目前让大多数投资者深陷其中的是 顶一峰的传统股权产品 2022年1月 深圳一家餐饮企业的负责人 曾小姐就在朋友介绍下 认购了顶一峰的传统股权理财产品 从其发给记者的合同文本来看 该合同其实是曾小姐 与另一家顶一峰体系内的企业 深圳市马市盛祖产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股权认购合同 深圳市马市盛祖产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是依照中国法律 成立并持续有效经营的有限公司 以防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 限须引入战略合作投资者 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 增资股权 每股为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马市集团曾经的大股东 是与隋广义同为顶一峰核心人物的马小秋 有些资历较老的顶一峰投资者 向记者表示 前几年 马小秋和隋广义 都是顶一峰内部搞个人崇拜的主要对象 包括顶一峰的企业歌曲 也是马小秋做的曲 从顶一峰的港股上市公司主体 顶一峰控股集团国际有限公司0612 HK2023年二季度披露的信息来看 隋广义和马小秋还分别位列第一及第二大股东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的注册资本都不是石脚的 他们写注册资本 完全是拿来当发行新产品的盘子 写9000万就能卖9000万 写一个亿就能卖一个亿 曾小姐说 而关于收益部分 曾小姐的合同当中是这样约定的 一 甲方 曾小姐签订本股权协议满36个月起计算 甲方有权促使以方回购全部或部分该认购股权 回购价格为该认购原始期权实缴出资金额 加上按年30%的股权溢价退出 若满36个月不申请退出 则需满60个月可申请退出 二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满60个月甲方申请退出时 回购价格为该认购原始期权实缴出资金额 加上按年36%的股权溢价退出 也就是说年化收益可以高达36% 这样的高额收益加之对朋友的信任 曾小姐以理财投资为名 前后花了30万元 认购了鼎一峰旗下两家公司的股权 做了鼎一峰的股东 而在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上 深圳市马氏盛族产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早在2023年6月 便被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福田局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现在我拿马氏这份合同去维权 他们不认 就说谁签了去找谁 马氏这公司都没了 我还能找谁 曾小姐说 在成为鼎一峰的股东后 有业务员还找过曾小姐 问其有没有兴趣发展下线 并向其许诺拉到一个人头 给总金额5%到10%的分成 半年期至一年期 年化36%产品 提成可拿5% 每月2%分红 三年总计翻1.8倍的产品 提成可拿7% 三年3倍的产品 提成可拿10% 十年10倍的产品 提成可拿17% 投资者王先生 一系统地向记者介绍了 鼎一峰的几大拳头产品 以及对应的高拥提成 鼎一峰善后 在近期出现对付困难的风波后 除了投资者开始积极维权外 鼎一峰自己 亦拿出不少措施善后 从记者采访情况来看 鼎一峰善后的第一招 是甩锅曾经的核心人物 马晓秋 现在他们把责任全部推给马晓秋 说马晓秋卷钱跑了 一个人跑了 就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可见鼎一峰就是个资金盘 他们叫我们认购的那些皮包公司 根本没有赚钱能力 王先生告诉记者 鼎一峰业务员李经理一表示 是马总马晓秋年初的时候 卷款想要偷渡出镜 给公司造成了一些风波 但是随主席已经在积极运作 而且今年也是集团转型的关键之年 这些困难都是给老鼎的考验 从相关港股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来看 马晓秋当前已经与鼎一峰旗下 大部分关联上市公司完成了脱钩 1月16日赴会国际01034香港 横赴控股00643香港 万马控股06928香港 三家上市公司同时公告 以罢免马晓秋在董事会的相关职务 此外早在2023年2月21日 在鼎一峰的大本营 鼎一峰控股00612香港 马晓秋就辞去了董事会主席 兼非执行董事的相关职位 关于马晓秋是否因偷渡出镜 已被警方采取相关措施 记者曾向深圳市福田区 保安区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求证 但并未得到确切回复 鼎一峰善后的第二招 是分化瓦解投资者 从2023年12月开始 已经参与了数轮投资者 集体维权的曾小姐 对此深有感受 首先她不让你报警 她鼎一峰业务员 跟所有维权的人都说 谁报警就不给谁退钱 有钱都不退给你 如果愿意相信集团 就优先处理 曾小姐说 其次鼎一峰还会将 维权投资者进行分类 对于上没有发生 实际对付困难的投资者 相关业务人员 会和其进行单独沟通 并安排其他对鼎一峰 信任度较高的第三方投资者 一同劝说 对于已经发生 实际对付困难的投资者 鼎一峰会根据其 金额大小 与维权态度的坚定程度 进行划分 通常态度较为摇摆 且投资金额较大的投资者 会在维权后 很快受到分红的对付 从而再度选择相信鼎一峰 鼎一峰善后的第三招 是给投资者继续画饼 例如 在各类社交平台上 继续发布所谓的利好消息 数字金融是中国 以及世界发展的方向 2024年至2054年 是集团引领世界的30年 是鼎盛千秋时代 前12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黑兔年大转变 激入龙年 外面的钱将越来越难赚 但却是老鼎走大运的时候 当下有不少深陷泥潭的投资者 正寄希望与鼎一峰的游戏 能够继续下去 好让夏家进来 以给自己全身而退的机会 反正都这样了 是要将他鼎一峰活埋好呢 还是希望他复活好呢 只有复活了 才有可能拿回自己的钱 相信大先生只随广义的能力 在记者加入的一个 鼎一峰投资者交流群中 有投资者如是表示 1月24日 前述鼎一峰业务员李经理 向记者打来电话 直接询问记者 是否有兴趣 为一个投资者接盘 该客户的本金为400万元 合同溢价是800万 目前愿意以 五折400万元的总价转出 李经理还表示 可以多找几个小客户 一同接盘 鼎一峰煞后的最后一招 则是大转型 即以数字期权 转型为借口 直接强行延长产品封闭期 集团现在在向数字期权大转型 集团已经发出通知 从1月10日到9月10日实行封闭 1月25日 在耐静询问其对口业务员 何时能退出本金时 得到了该回复 如何看待鼎一峰模式 从法律的角度 该如何看待鼎一峰这样的运作模式呢 浙江紫苏律师事务所律师苏鸿图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称 长期以来 随广义 马晓秋等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 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 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 骗取社会公众钱财 数额特别巨大 就目前网上公开的报道和资料看 他们是百分百涉嫌了集资诈骗罪 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由于这两种犯罪 在特征方面有很多的相似性 需要公安机关的充分侦查 收集证据和检察院的审查甄别 最后以法院的判决为准 自2023年11月以来 远在浙江台州的苏宏图 便接到了多位鼎一丰投资者的咨询请求 在义务做了数轮法律咨询后 苏宏图便开始系统性的 对鼎一丰的业务模式进行了调查 据其书里 鼎一丰的核心人物 随广义 马晓秋 于2011年1月10日 成立深圳市鼎一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最初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随广义占股68% 马晓秋占股22% 还有一名自然人股东许燕山 占股10% 在2012年9月7日 2013年11月 2018年12月 2019年3月 该公司名称 先后变更为 深圳市鼎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一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齐日生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齐日生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苏鸿图称 2021年8月 随广义表面上 从海南齐日生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退出股份 实际上由张继辉带随广义继续持股 海南齐日生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的股东有6人 分别为张继辉 马建恒 刘霜 江金波 谭月强 陈荣荣 刘新义 梁文志等人 都曾经成为过公司的股东 并在公司任过重要职务 而上述公司级人员 在苏鸿图看来 便是鼎义丰事件中的核心参与者 一是随广义与马小秋 在幕后操盘全局 将偌大的鼎义丰集团 如必指使的关键 记者还注意到 所有的受访投资者 在收到分红及打款时 都是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进行 他们从未收到过一笔 来自公司账户的款项 鼎义丰和其旗下的所谓分公司 代理商君在个人银行账户进行收款 转账操作 还能领分红的时候 每个月都是不同的人给我转的账 奈静说 据苏鸿图分析 不走对公账户进行财务支出 一方面便于规避监管部门查处 另一方面有利于偷税漏税 苏鸿图还告诉记者 鼎义丰控股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虽然在香港获得了金融牌照 但无论是鼎义丰控股集团 国际有限公司 还是隋广义 马小秋等人 在内地注册的各种公司 目前均未取得有关部门下发的 金融业务相关牌照 不具备在内地展业的资质 因此 隋广义 马小秋等人 还涉嫌非法经营罪 对于鼎义丰旗下的几家 主要的港股上市公司主体 1月24日 记者依照其公告披露的 注册地址信息 前往香港 依次时探了鼎义丰国际控股 万马控股 华英国际控股的办公地 其中 位于九龙环球贸易广场的 鼎义丰国际控股 当前 已处于失联状态 该栋大楼的物业管理人员 在记者面前 拨打了鼎义丰留下的 三个电话号码 试图联系 位于66楼的鼎义丰国际控股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而位于中环中心大厦的 万马控股 则更是奇怪 在公告中明明登记为万马控股 办公地点的7801-7803市 记者看到了 先前在环球贸易广场失联的 鼎义丰国际控股的招牌 在当天下午3点50分左右 虽然7801-7803市还亮着灯 但公司前台与办公室内 却空无一人 按了门铃后 亦无人起来接待 只有位于华润大厦的 华英国际控股 是这三家公司中唯一 还能顺利在官方注册营业地点 找到的公司 在表明来意后 华英国际控股的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 鼎义丰在深圳发生的风波 与该公司无关 华英国际控股 是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 隋广义 仅是公司董事会联席主席 与非执行董事而已 至于为什么 投资者会跑到 华英国际控股 深圳分公司的办公地点 进行维权 以及为什么 该办公地点的工作人员 都来自鼎义丰旗下另一家 党股上市公司 元会集团 00585香港 该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自己也很奇怪 不清楚相关情况 并称 华英国际控股在深圳 几乎没什么人办公 1月25日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 前往深圳市保安区 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了解情况 现场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鼎义丰的案件情况 十分复杂 仅鼎义丰官方宣称的 投资人 就有50多万人 涉及资金 规模超1000亿元 因此 该事件的处理 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面对记者提出的 为何警方 至今仍未针对 鼎义丰一丰一事 立案调查的问题 该民警向记者表示 福田经浸 目前已在密切关注 该事件进展 并在调查当中 此外 虽然保安经浸 并非鼎义丰一事的 主管辖区 但当前 亦能收集投资者 上交的报案材料 在统一转交主管辖区警方 当日稍晚 记者又前往了 深圳市公安局 福田分局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了解相关情况 在现场 正好有数位投资者 正在上交各自的报案材料 面对记者提出的是否 已对鼎义丰一事 正式立案的疑问 现场的工作人员亦表示 尚无确切通知 并指出 以官方通告为准 当前 只收集报案材料 同时 该名工作人员建议记者 向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了解情况 并称 鼎义丰一事的主管部门 为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随后 记者拨通了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监管三处的电话 该部门的职能 即为打击非法吉斯活动 对于针对鼎义丰一事 是否立案 或在调查当中的问题 该处工作人员彭小姐 并未给予直接回复 只是要求记者 等待官方通告 并表示 此事会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会同有关职能部门 共同协调监管 因参与非法吉斯活动 受到的损失 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在记者问及 涉及鼎义丰一事的投资者 是否还能要回自己的本金时 彭小姐如是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